你聽的是Stage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是主持的意見 不代表Stagetube 繼續了 好 繼續 繼續來了 還有個紀念斌嗎 不是 紀念斌講完了 接著繼續網友鬼故時間 OKOK 因為那天吃飯 連續講了三四個給我聽 吃飯都講了三四個 他說 是呀 那我坐過去 我就是沒有時間吃兩個小時 只顧著收鬼故 但是有多少錢 我又不喜歡聽鬼故 聽完又發漏夢 我頂你便廢 講義氣的東西 他自認牙底王也可以說 我真的自認牙底王 但是我最怕鬼故 他那天就說 在新蒲崗 有棟大廈 Mexel 知道哪裡嗎 文理學校 文理泳會 就是文理學校 即是當年 Mikiki旁邊 六七部署工那裡 OKOK 不是那條 不是那條 那條是警褲街 Mikiki旁 Mikiki旁 那條是文理的 文理學校 旁邊有一棟 你好像無份拍 那條是長仔拍的 叫做 Office有鬼 Mexel 那棟大廈 上面是Mexel 拐命的 那棟大廈很奇怪的 他不說 我也不覺得 他說了一段 我才記得 有樓下的兆順河 好奇 對 Mexel那棟很長的 灰色的 對 大堂的樓底很高 好像有些爪爪 那棟的 那棟的東西 那棟的東西 不說 不說設計 出入的人都不說 不說 又不太好 說開 我覺得 那棟東西 是不太精彩的 那些人都灰灰的 我也不知道 那個停車場 就在下面 一轉滑下去 但那棟大廈很長 那棟大廈很長 很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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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太子道東 那棟大廈是 眼鏡發發的 那個老闆 叫做 我忘記是誰 總之是那幾間 眼鏡發發 不是很厲害的 他有個故事 就是他在那裡打工 親生在那裡打工 他就說 兩個人都在那裡做的事 一個在做事 他就說 那個大廈 都經常罵鬼 他們要後來 就在那裡 不知道 一人整道符 在桌底才頂得住 為什麼要在桌底呢 他就貼著 沒理由貼著 因為那些鬼在那裡 那些 他就說 沒有理由貼著那些 又很難貼著 那些符 你想想 那些符 全部都是符 如果我是鬼 我就看不起你 你又要 又要泡醜醜 鬼在上面 還沒開房 不是 我拉開一點 我去那間酒吧 在太明道 我們經常喝 那裡 後面有一間 有一間 什麼 有一間 有一間 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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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來 你去過那裡 我自己是拿去哪些 有朋友 就是經常遇到鬼 不知他怎麼遇到鬼 有一次 跟他喝酒 坐下去 一間 我們都喝過幾次 坐下去 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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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突然想會震 他自己震 然後 乃 真是很害怕 陳別 我問�� 很可愛,那些女人都可以啊,那些騎士走 走什麼呢? 不是啊,那家有些東西啊 哇,我都看暈了,我只看到女人而已 我不說了什麼 然後後來就死了 有很多女人,不怕怪的 死了難了,那你下次就找女人來啦 OK 我們繼續在這裡 你說在這裡啊 是啊,這裡沒有貨 然後她就說走,女人後來就走 後來就出門想問她什麼事 她就說那些牆呢,貼了很多符 我說我看不到那些符來的 我說我看不到那些一張張是符 後來的設計 是啦,她說那些符來的 所以就不精神,快點走 那那一期她一個人都是 其實見到父母,你又不精神的 除非她是鬼的 她就說很多符就有東西 那就快點走 可能是的 那她自己都在撞東西,總之就快點走 那其實應該幫她的 不是啊,那些符沒理由吸鬼的 你看到警察在那裡,你不怕有賊 是呀,黑社會也不怕 是呀 不過現在害怕 現在不怕 你看到警察,可能會見到警察 馬上離開 我剛才說了什麼 那個大廈就說 她以前下午四、四、五時 就回去工作 她經常聽到人笑的 聽到人笑聲在走廊那裡 她跌高的牌子信,又看不到人的 石刀 古靈精怪那些 其實那些OL在看電影帶著Headset 可能是吧 她很多年前的 很多年前的 然後她說 其實故事就不是這個 這個是其中之一 這個是現象 是的 她就說那個大廈很恐怖 之餘,她在那裡工作 她好像說她賣眼鏡還是不知道什麼 在上面 她說十樓 她說而已 她說而已 我不肯定如果有朋友在那裡工作 你問一下她 舊的 那棟Max是很舊的 但我連名字都不記得了 她說那棟大廈拆了一段很久 拆了一段很久才再起 她在舊那棟 全部正門是不進的 正門的升降機是沒有人搭的 正門那裡很鬼祟的 就沒有人進的 那些人全部都在文里那條走廊 橫街那裡進的 全部都在那個細口那裡進的 她說所有的員工 不知一下 這個又是有機會 你們如果有人在那裡工作的事 或者你們都熟悉的 可以研究 我不肯定一下有她說的 所有人 六、七點之前一定要走 沒有人可以留的 好啊,不用OT 是的 她說是不用OT的 所有人一定要走的 沒有得留下的 她就問過為什麼 她就說你不要管了 總之你不用OT 你就是扯把 在那裡阻礙著 她就說有一次 有一個運輸工人 就駕駛了一輛車 他們就下去拆貨 就六點多 就是落貨 他們有三、四個人的意思 她就說落了地爐 因為是落地爐的 那裡沒有坐的 落了地爐之後 就在那裡拆拆貨 其中一個員工 那些跟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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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見到有一個小女 那大廈裡面沒有人 正常 她說一到六點後 就全清了 坐了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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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就清了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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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說學生妹妹 沒得殺傷你 那她走了坐 升降機 走去平時沒有人坐 那裡 上去正門 就叫她走 進了升降機後 她說那個小女 就按了十樓 她說十樓 是從來 沒有人去的 其實是一個 block了的 整層 類似防火層 她就說是防火層 但其實她那時候 沒有防火層 她說應該不是防火層 但是她說 一進到十樓 她說你為什麼要按十樓 她說有些朋友在上面 帶我們走 有啦 她說上去 十樓開了門 她也看到是爛爛殘殘的 裝修 都塌了 她就走進去 她就說 有朋友在那邊 她就跟著她 走走走走走走 都不太對勞 後來看到外面有很多人 有腦有亂 她也看到很淡 後來人們就衝過來 然後她就暈了 不知道嚇到暈了什麼 就暈了 暈了之後 去到第二天 人們才找到她 找到她 找到她 就問她什麼事 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在十樓 總之上來就看到這些東西 就感覺到 那個老闆跟她說 沒事的 只是幻覺而已 那八樓電視拍到的 當然沒有說 十樓可能沒有八樓電視 沒有follow up 可能其實大劇的 電視也有 電視也有 但是十樓可能 Anyway 沒有follow up 我又沒有challenge她 總之她就說 那個老闆就給了一筆錢 然後放了兩個東西給大家 然後放了兩個東西給大家 然後跟她說 叫她不要說出去這件事 也不要問 總之 就是幻覺而已 沒事的 總之就給了錢 然後她就沒有回來做 那個人之後 後來回家就說 原來那個老闆 那些大廈 設了一些鎮 是的 設了一些鎮叫五鬼運材 運了一些鬼在十樓 這樣的意思 那如果她帶了它出來 是不是很精彩 那我也不知道 那她說到這裡 後來她就說 陳樓就拆了 拆了之後 她說 說把起都房間 搞什麼 誰知道那個人過世 問她的後人幫她設計 就變成現在這一棟Maxel 但是他說由於是沒有以前那個人那麼厲害 所以那棟大廈應該很出名的 你去查一下他那天跟我說 我都聽過一下 就是邵順河先 是啦 他很出名的 他就說那個人那個有錢人很出名 後來再興建之後 他就說再沒有這麼好的生意 因為設不到那個陣 然後就一落千丈 事實上那些什麼 是靠鬼發大 對 那些什麼眼鏡發發那些全部都沒有了 不是 但那層樓呢 其實他一定是整好它不發的 那個位置是很壞的 灰色太難忘了 還有那間邵順河先 真的很精神 好像是道具 好像拍戲一樣 整層樓的風格 怎麼不突然間製造一下 是呀 有一個洞旁邊的洞 我又覺得那裡都不精神 而且他進去的洞便黑貓貓 是啊 那它很高的 然後就好像有些爪伸出來 總之就 這些就是風水師的設計 應該是 就不是這麼英俊的感覺 那風水師就是武學到美學的東西 就是這東西嚇走人 所以他們不混合 他們這個風水陣是邪門的東西 好像養鬼仔 但你看日本仔的邪門的東西都很有美學 這個底有文化問題 就是有些人不要求 那再來 還有 然後 要分開你四集 我一次又說完一次 我會惹人 將每一節再剁碎 我真的三十多集 我還可以遲 今天錄了十十多集 真的很討厭說鬼故 是 那說兩個 沒有 我不喜歡搞這些 我這麼多笑話 這麼開心 這麼多話說 政治問 你不說政治 政治搞你 政治搞你 這個 餘下來說兩個 其中一個就是我歌 其實就是在潘朝聰聽回來的 但我截錄了一個 我覺得是非常恐怖 聽到的我覺得非常恐怖 但前面那個就是上次 有一次在Youtube 按了有些人自己說的 但我覺得 他就錄得好像電台那樣飆 但出來說那個鬼故 這些就是分野了 你聽完我說兩個 你就感受到分野了 第一個就是不用怕 第一個就是 那個人就說那些類似 以前年輕人 我們在電台聽的那些鬼故 就說 很久以前年輕人的時候 就在太古城流冰 太古城流冰的時候 晚上就趕人離開 那些管理員就叫你離開 他說 下班 對 趕著下班就叫你離開 就說年輕人不要再留在這裡了 一定要離開 後來他就說 我們兩個年輕人很喜歡鬥氣 然後就坐在那個 他就關門了 冰場就關門了 他們坐在冰場旁邊 就在那裡聊天 對 他就說管理員就在那裡 再三來問他 好走的 即是很恐怖的 好走的 再不走 後果自負 什麼意思 他就說 我當時的年輕人 當然是跟他鬥氣 那樣的意思 不走的 吹嗎 他就說沒有走 後來就坐在那裡 奇怪的事情就發生了 就見到有個女人 見到一個女人 就在那邊 就流冰 很厲害的 就流冰 他大個牆已經刪掉了 他就自己在那裡流冰 又整個360度 又跌跌聲 對 在那裡轉 又老漢推車 又等等 那些之類 後來 整了兩個龍舟掛鼓之後 他們就在那裡喊 即是在那邊喊 即是在那邊喊 Tanko 他就想看看 那女人的什麼樣子 就覺得她很漂亮 想看看那女人的什麼樣子 就喊她 這樣喊她 他就在軟方看到那女人 就轉過來 原來就是清潔阿嬸 不是 質菜蝦條姐姐 比這個更弱 那個答案 那件事的結果是 一喊那個一轉過來 後來就是誰 一轉過來 又是誰 哦 有黨大走在那裡 對 中大 那她就說這樣 她就說 嘩 接著很害怕就走了 那她就摔著旁邊 360度 哈哈 她想她幾好划 對 兩邊你就看不到 以為是孖邊 以為後面是孖邊 那她就說 故事就結束了 嘩 很害怕這個經歷 小時候在那裡就很害怕 那另外 對 沒有這個 另外就說 我哥哥那次聽到潘兆聰 他去踢球的時候 說笑話給我聽 日光日辦踢球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恐怖 她就說 潘兆聰有一次 我想如果你聽到 潘兆聰的 不是 不是 她說有 他們去過長洲潘兆的一間屋 就說 不過潘兆聰就沒什麼 通常都沒什麼 接著聽眾打上來 我截了它 其實很短 那個聽眾打上來 就說她的兒子 和一個女同學 兩條子一條女 就進去那個屋子 都是潘兆聰 特地租過那個屋 就看看有沒有鬼 那意思 那她就睡覺 睡完之後 其中一個同學 就在二樓那裡醒了 接著她就問她 為何走到二樓睡 接著她就說 那後來就說 原來她被人搬了上去 那意思 就走回家 其中一個男生 就回家之後 就說 晚上睡覺 她和她爸爸住 就有人敲門 家人敲門 她爸爸敲門沒有人 接著後來又敲 凌晨時敲門沒有人 那她爸爸也罵她 你搞什麼來 搞到別人來玩東西 因為我們小時候都很流行 有人帶來玩電話 那些年輕人都無聊 玩電話敲門 那她就以為 他惹了一些人 那些人就搞 那後來沒有了 關了門 就沒事 接著她就說她繼續睡覺 接著就熱電話響 電話響 她就出去聽 嘩這個真是恐怖 這個 聽到眼就踢球那一陣 拿了電話 她去聽電話 聽到是訓餘館那些 打齋的聲音 噢 有些唐官 是在喊的 他說那個唐官 是喊那個人的名字 就是她的兒子 即是 哪個今年是哪月哪日 哪個死期 都說 噢 會喊他什麼時候死的嗎 就是會讀 讀那個人 讀他 讀他 讀他的履歷 他找不到人的 聽到聲音 聽到他喊他的兒子的名字 嘩 我真的聽到 這些客人 有做功課 鎮個貓 沒錯 有做功課 但現在是容易的 現在只是 這時候可以找到的 也是 但我覺得 如果兩個 你當他故事這樣聽 嘩 那個故事性 或者那個技巧 就真的差好 不如整個APP 很受歡迎 都可以 打個名字 自動上Google 自己找一些 不是 而應該是更簡單一點 就是進去 就按 有幾個category 給他選 他就自己讀 一會兒有鬼 嚇你 然後按 沒有東西 就是時間要等他出 不是 沒有東西 突然 我覺得反而不是這樣 你那時候也有很多因素才能 有幾個不同招呼這個人 譬如打個中音程 選個畢業典禮 然後 做一些很厲害的音樂 然後 張感情 不知道 說你的學歷 說你的成績 多麼好 有一些回音 好像嗨 媽媽 讓我聽 聽到東西 然後就做個殯儀館 又有那個 背景音樂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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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可以的 但是你說 以鬼故來講 這些是真的 有法庭的嗎 有得做的 因為那些鬼故是恐怖很多的 無論是真還是假 但我覺得起碼說出來 你去嚇那個人 或者你去 鋪這個故事出來 哇 其實他中間也還有些東西 但我不記得了 總之去到那個廳 哇 真的無管動脈 但是我真的覺得 很恐怖 但是反過來 那些什麼 什麼 太古城 什麼好走 那些已經是很老套 我們年輕人走多年 那裡很遠 反過來 反過來就變 好像說 最怕什麼 當時我們說 突然走一條路 我們住的地方 例如荔木樹 掌山村 中間一條路 要走 通常我們都是 掌山村 走到荔木樹 我們經常都說 最怕什麼 就是突然後面 人頭來搏 嗯 都未怕 沒有轉過 是你轉完之後 沒有東西 再轉回 在前面 這個最怕 這些有電影感 因為要分鏡 不分鏡 因為就是不同的年代 最初的年代 就是一拍肩膀 轉回有東西 就看得多 你知道 接下來的年代 就將更加立體 因為 你有沒有看到 有人把東西放在頭上 打電話在那裡 噢 VR 拍攝鏡 拍攝鏡 是完成了 365 如果這樣看 拍網後面 你會看不看 你會看得到 那次那個鬼佬 我覺得這個VR 是咸戲的必備佳品 我就覺得OK OK的 拍攝都是轉鏡 我記得拍那個鬼佬 挺慘的 說他送禮物給那個女人 在門口敲門 那個鏡頭 放在他的頭 因為視點是他 那個鬼佬的鏡頭 就放在那裡 他都要這樣 然後鏡頭就放在他前面 在嘴裡 然後他就這樣送東西給別人 是 因為他避了那個360度 嘩 那個對手那人 看著鏡頭 不是看著你 是啊 他預備和他 坐在那裡 他還是要握著頭 假裝他有東西 但其實沒有辦法去面對 因為鏡頭一直放在他的頭上 他就避了那個鏡頭 我知是360度 他也是放在那些 不知道是Copro還是山九 就是黏在八部 對 很多部黏在八部 是 我覺得那個是 咸戲的佳品 來的 你說的 剛才 掌山穿下 蓮木樹 我下一集 我經常找到 我曾經去大浪西的經歷 噢 又是這些 今次不說 大浪西應該通常都是撞到一些頂 不是 那些塔 不是啊 很恐怖的 先買了關子 下次再說大浪西 這集記得 五過五千 打人 真的 打幾個 都打幾個 五過五千 你起碼要打幾個 這個節目的 你有沒有打千幾個 很恐怖 這集 你不是看不上 這集是歷來最恐怖的一集 可以說是 因為真的 對 好 吃糖水 再見 拜拜 多謝嘉賓 多謝嘉賓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多謝你收看StageTube 拜拜